最近市房动荡,很多预测都一顺之间到了 我们用的软件如何在市房里继续使用呢? 又或者用一个策略,我们应该看什么数据而判断是否落盘呢? 今天我们就在这段动画里面讨论一下这个仔细的落盘细节 首先以我们画面的策略内容为例子 首先在软件中,我们会选择各纸 然后会搜查3月1日至4月28日的统计结果 我们会看到最大的波幅就是由3月3日的收市价开始到4月19日 就会波幅7.05% 其实这个方法最终会出现上下方的目标价 只要中其中一边,我们的策略就叫做成功了 而这个策略只是出现了3个加月日 就已经到达了下方的目标价了 我们首先看回当日,当我们所有的资料齐全之后 我们的期权策略的盘率有多少? 我们在港交所那里就找回4只脚的期权报价 分别就是Sort Call 4月的8500,它的报价是73 Long Call 4月的8400,它的报价是92 上方的成本加上就是19点 我们看回资料,下方Long Put 行使价7400,期权金是146 而Sort Put 行使价7300,期权金是127 下方的成本就是19点 那两边加上的成本就是38点 而这个策略其实是到了目标价,我们就会立即平仓 所以一般我们就会拿两个行使价之间的距离的56% 来做一个指赞目标 这个策略,我们扣除我们的成本,我们就可以赢到18点了 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策略的入市成本的剩下7.3% 其实对于这个策略最终为什么会没有落到? 就是因为它的盘率不是太理想 因为我习惯做盘率一盘一以上的交易 根据刚刚数据资料显示,我们的盈利因子大概是4.2左右 虽然根据盈利因子的计算,长槽是会有钱赢到 但说到最终是因为它的赔率不够之余 策略开始了,不久的波幅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们与这个策略无缘 下一条影片就会讲讲什么时候才可以用最大波幅的策略落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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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